一名在陆军航空第602旅服役的21岁廖姓上兵 原本是要站清晨4点到6点的哨 但因为手机没有想睡过头 让原本应该在4点就下哨的义务役士兵 多站了两个小时扛到天亮 最后台中地院一过失不到勤务所在地罪 判廖姓上兵居役20天还可再上诉 陆军航空第602旅迎去大门口 穿着制服的士兵轮流战哨 负责维护营区部队安全 但却有一名21岁的廖姓上兵 本该在清晨4点到6点镇上 但却因为手机没想睡过头 让原本在4点就该下哨的彭信义务役士兵 硬是多帮他站了两个小时 之后事情曝光 台中地院认为廖姓男子是现役军人 因为睡过头疏失 一过失不到勤务所在地 判处他拘役20天得一颗罚金 缓刑两年迎向公库支付1万元 一般民众多少都曾因为闹钟没想睡过头 但廖姓上兵的身份是军人 讲求纪律 没起床站哨 连同负责带班上哨的徐姓士兵 也一起睡过了头 廖姓上兵因为没去站哨 徐姓上兵也没去带哨 害得同袍独自一个人连扛4个小时 站哨到天亮 廖姓上兵被判局20天 而全案还可再上诉 借将刘其宇台中报道